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订阅香港新闻台 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中国官方26号公布 在台湾对开的中国水域 截获到一艘涉嫌非法越境的快艇 拘捕了十几人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指出 船上的12人都是曾经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年轻人 根据了解安排反送中抗争者偷渡到台湾的行动 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知情人士指出 过去一个月来 香港水域附近的气氛异常 这一次行动失败 相信是安排香港抗争者偷渡到台湾的路线 已经全被毒死 报道指出 这一批偷渡的香港年轻人 目前均被中国海警给扣押 中国公安仍然在调查当中 被扣押的其中一人是蓝炒团队的发言人 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 目前手机处于关机的状态 通讯软体也显示用户没有收到信息 根据了解 安排香港反送中抗争者偷渡到台湾的行动 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今年7月已经有两批年轻抗争者坐船逃到台湾 第一批十多人抗争者坐船从香港出发 直接抵达高雄 另外一批抗争者则乘坐另一艘船 到达离香港300公里 属于台湾控制的东沙岛 然后再获安排送到台湾 而李宇轩等人的逃亡路线 原定是由香港直接到台湾屏东 根据了解 原本在屏东负责接应的人士 从23号晚上10点起便跟船只失去联络 有协助港人的组织表示 相信安排香港抗争者偷渡到台湾的路线 已经全被毒死 没有人再敢选择这条逃亡路线了 而过去一个月来 香港水域附近气氛异常的紧张 不时会看到有中国的武装舰支在附近巡逻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 这一次并非中港跨境的合作行动 香港的警方并没有参与 也没有收到中国方面的通报 只是从媒体报导才会得知事件 正在向中国方面来了解 暂时没有相关的资料 他重申一直有跟中国执法单位来合作打击 有组织人舍偷渡 邓炳强表示 如果有香港人偷渡到内地被拘捕 首先内地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来处理 如果有犯内地法律就处理 也会根据通报机制来通知警方 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 在内地就他犯的法来完成司法的程序 这一部分就跟香港无关 但是如果这些人原来是在香港被通缉的 就会被交回香港 根据自由时报报导 所谓的黄雀行动指的是 在1989年6月4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 当时港人为了要引救六四事件当中 遭到中共通缉的民主人士 前往海外所发起的行动代号 整个黄雀行动总共救出了约800人左右 尽管外传已经有其他的港人 以类似的方式抵台 但是台湾相关部门则未对此证实 或者是做出评论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锤正指出 如果港澳居民因为政治的因素 向政府请求援助 在港澳条例现行法律架构之下 已经有处理的机制 政府也会依照人道的原则跟相关的法规 来妥善地处理相关的个案 他也呼吁 北京跟香港政府的秋后算账跟拘捕打压 并没有办法解决社会矛盾 更无法获得民心的认同 执政者应该跟香港人民诚恳地对话 妥善地沟通 这才是解决争议的根本之道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27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 他坦言被捕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 保障自身的安全时间已经耗尽 他表示这一招的情况可能会被立即引渡到中国 很多人问他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他说当然没有人会准备好在北京的黑牢里被判刑关上一辈子 根据中央社报道 黄之锋表示 6月30号深夜11点之后 香港就不再是香港了 这是港区国安法开始实施的时间 他说实施港区国安法证明 北京当局无意兑现允许香港维持其法律自主权的承诺 许多国际企业担心香港司法独立丧失 正在考虑外移到新加坡或者是亚太地区的其他首都 他也再次的强调 港区国安法覆盖范围远远超过中国领土 中国特工甚至可以绑架西方人 并将他们带回到中国面对审判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试图先逃到国外的时候 黄之锋表示 除了希望战斗到最后一刻 他也相信保持香港本地抗议气势确实很重要 针对游示威者遭到中国海警扣押一事 黄之锋27号在脸书发表题为 从速声援 手足被捕送中处境未捕的贴文指出 港府跟中国设有相互通报的机制 根据通报机制如果属于对香港居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或者是非正常死亡 中国公安必须在14天之内向香港警方通报 然而如果属于民事的案件或许将会采取较轻的刑罚 中国就可以回避对港的通报 而这一次中国已偷渡的罪名来控告港人 属于刑事的案件 特区政府不可能不知情 黄之锋呼吁 特区政府应该要尽快地交代 究竟中国拘捕了多少港人 以什么罪名来控告 是否有律师在协助处理等 并且确保他们受到人道的对待 他也感叹 不论如何在中国的政权之下 随意安插罪名绝非新鲜事 就像铜锣湾书店的桂敏海 被控交通造势逃逸 跟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遭到重判 郑文杰也会无端地惹上嫖剂的罪名 甚至都无法预料 中国是否会动用国安法来残害港人 瑞士媒体近来披露 瑞士政府正在跟中国洽谈 延长一项秘密协议 允许中国国安人员到瑞士调查 并且遣返来自于中国的非法移民 这不但引发了瑞士政坛的不同意见 人权团体也呼吁瑞士政府 不要助纣为虐 应该要停止这项秘密的协议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瑞士跟中国还在2015年 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 瑞士会发给中国国安人员 14天有效期的签证 让他们入境瑞士 办理识别中国非法移民身份 跟遣返的工作 瑞士甚至还会负责中国国安人员 在当地的住宿开销 直到最近协议到期 双方正在洽谈要延长这份协议 消息才被曝光 尽管瑞士联邦移民事务秘书处表示 跟中国签署类似的协议 不只是只有瑞士一国 欧洲许多国家都有 而瑞士2015年签订的协议 没有公开 因为这是一个行政的协议 同时移民处强调 跟中国签署这项协议以来 只有执行过一次遣返的行动 是2016年中国代表团访问瑞士的时候 遣返了13人 包括了4名寻求庇护的人士 续签这项协议将不影响藏人 或者是维吾尔人 在当地申请庇护 但是这项消息 依然让许多遭到中国迫害 流亡海外的人士不寒而栗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 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于中国政府 可以利用这项协议 在合法的情况下 将中国的国安人员派到瑞士 来追踪像是维吾尔人 香港人 或者是台湾人的讯息 对此瑞士社会民主党议员莫里纳 告诉苏黎世周日报 跟中国签订的这种协议 绝对不可以接受 新头壳也指出香港中治前秘书长黄之锋表示 中国跟瑞士曾经签署秘密协议 容许中共委派国安人员到瑞士的境内调查 当地政府五年来却一直隐瞒国会 如果中瑞两国有意要延续协议 可以预料离港开拓国际战线的手足的安危 将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竹廷以及徐志锋 26号被警方拘捕 两人被指控在去年7月6号一个游行结束之后 强迫一名男子删除手机之内的照片 涉嫌意图妨碍司法公正 有犯罪以及不诚实意图取用电脑等罪名 而林竹廷另外被加控一条暴动罪 涉及去年7月21号晚间 元朗钢铁站疑似黑帮无差别攻击路人事件 连同其他多名被告 两个人被警方扣留30多个小时之后 27号被移送至C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空方在法院反对包括林竹廷 以及徐志锋等多名被告保释 但是法官最终批准所有被告 以现金跟人事保释 但是保释期间不准离开香港 是要交出旅游证件 每个礼拜或是每两个礼拜要到警署报到 同时不可以接触控防证人 美国之音报导 徐志锋跟林竹廷离开法院的时候会见传媒 徐志锋表示 本次的检控为莫时有的罪名 自己无所畏惧 会继续跟市民共同进退 又表示过去一年可以跟市民共同进退 是他一生的光荣 林竹廷哲批评警方跟徐志锋已经失去良知 他质疑警方为何不拘捕 当天在元朗战内实际的人 却对民主派人士做出非常无力的政治检控 这算是以郑多华的标准来看 本次的检控都太过丑陋而浅邪恶 而另一方面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名望之差 已经击败回归以来所有的特首 给他点赞的大概只有香港以外的中国大陆官员 法广报导指出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25号公布 最新特首以及特区政府民望 林郑月娥最新评分为26.8分 民望净值为-46 53%的受访者给予零分 至于香港民研所第一次加入 特首评分副分两次之中 三个实验群主给予林郑的评分都是副分 香港警方日前表示 经过一年调查得知7月21号 元朗白衣人纠纠手持武器无差别殴打无辜市民的案件 其实是两派旗鼓相当的互殴 因此在26号围捕了13名当天被打的市民 部分跟控以暴动罪事件引发社会哗难 民主派批评刚进 穿改历史 指路为骂黑白颠倒 但是在同一天 纽约时报就元朗事件所做的 全方位图文视频专题报导 香港人禁去了哪 却荣获由亚洲普利字奖 支撑的2020年卓越新闻两项大奖 发广报导指出 由亚洲出版协会举办的2020年卓越新闻奖 在26号晚间 郭布各个奖项得奖项名单 其中纽约时报夺得卓越视频报导奖 以及卓越资料图像掌 其中包括谈及去年721事件的 香港元静去了哪 评审认为 影片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指出影片没有试图告诉观众 如何看待当天元朗的情况 而是向观众证视香港元静 在面对暴力罪行时的举动 而多个香港传媒因为报导 去年翻天覆地的反修例运动 而获得奖项 包括端传媒一个勇年轻人的自白 你解决了问题 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以及721社黑白衣人物差别袭击事件 突发事件调查 而赢得卓越突发新闻奖 网络媒体HKFP 以拆解香港示威的新模式 赢得卓越解决新报导奖 香港传真社以太子善 831到底有无死人 夺得卓越调查报导奖 报导指出 就有关元朗事件的深度报导 无论是国际传媒例如纽约时报 或是香港本地的传媒例如端传媒等 都与香港警方日前将事件描述为两派势均力敌的互欧 故事大有出路 而此外跟报导反修例事件有关而得奖的媒体 还包括香港众新闻的721元朗孔熙 夺得资料图表 卓越资料图像奖 台湾网媒报导者 香港反修例运动里的街头议党 夺得卓越艺术与文化报导奖 彭博以及金融时报 分别赢得卓越突发新闻奖 以及卓越评论奖 而在相片方面 HK01、短传媒、法新涉入透社 都以反修例事件为题材 夺得卓越摄影奖 谢谢收看香港新闻台 请帮忙点赞、分享 并且订阅香港新闻台 感谢您的支持